受新冠疫情扩散影响 两年三个月期间停航的金浦至宇田航线 将从本月29日起重启 韩国政府表示 以每周八个航班为始 今后将逐渐增加航班次数 连接首尔和东京的金浦至宇田航线 将从29日重启 韩国国土交通部、外交部和文化体育观光部表示 以与日方就29日起 每周运营八个航班达成了协议 这是2020年3月因新冠疫情扩散 停航时隔两年三个月 重启金浦至宇田航线 韩国政府表示 两国航空当局21日在视频会议中 就重启金浦至宇田航线达成最终协议 政府表示 今后将在金浦机场开设 欢迎外国游客的场所 今年下半年将在日本主要城市 举行韩国旅游说明会 本月起 韩日重启签发 以旅游为目的的短期签证 预计将进一步搞活两国间的旅游交流 2003年11月开启的金浦至宇田航线 是连接首尔和东京的最短距离航线 被视为韩日交流的象征 相较成田机场 宇田机场距离东京市区较近 被认为是韩日间的黄金航线 旅游旺季的航班客座率达98% 韩国外交部表示 韩日两国共同认为 应再次搞活两国间的人际交流 今后将重整韩日之间交流相关的制度基础